这几个咱们来讲一下质量信誉考核的题目以及一些指标 质量信誉考核简单来说那就是加扣分 尤其是扣分 看第一题 出租机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内容包括遵守法规 安全生产 经营行为 运营服务等四个方面 简单来说这就是法 手法 安全 经营和服务 这就是这四个方面 第二题出租机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出租机车驾驶员的从业管理 将其违法行为 记录 等作为什么的依据作为是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咱们记住 违法行为也记住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第三题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档案包括什么内容 包括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情况 违法行为的记录以及继续教育的记录 第四题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是为了规范出租汽车驾驶员的服务行为 建立完善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什么是诚信体系 提升出租汽车服务水平 OK是诚信体系 第五题鼓励市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出租汽车企业以及相关社团组织对 什么的出租汽车驾驶员进行表彰和奖励啊 当然是比较上进的 什么是上进的呢 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为AAA级 也就是二分以上 另外就是有较高奖励分支的 这两类进行表彰和奖励 第六题出租汽车驾驶员有什么等先进事迹应给予相应的加分奖励 有建议有为 就此扶伤和执行不昧 尊老而有 这是基本的要求了 第七题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应当遵守什么 遵守法律法规 直接道德服务违犯和安全运营 等等方面的资格规定 文明行车优质服务 第八题 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内容 包括 包括什么 包括遵纪守法 安全生产 经营行为和运营服务 也就是法律安全运营以及服务 第九题出租汽车驾驶员有什么情况 应当将其列入不良记录名单 这有 两个 第一个两个是什么 是连续两个考核周期 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为B级 也就是零分 第二个 两次 就是在一个考核周期累计综合得分 有两次以上是零分 第三个 就是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时间 未签注 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的 这三种情况列为不良记录名单 十 县级以上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对有什么等先进世纪的出租汽车驾驶员 予以表彰和奖励 有这么四种情况 A 完成政府指令性运输任务成绩突出 B 实情不灭 C 就此服装 D 坚硬为 十一 这个咱们就要了解 A 三个A 两个A 一个A和B 分别对应的分数是多少 三个A是优良 20分 即以上 两个A是合格 11到19分 基本合格是A 一个A 一到十分 不合格是B 零分 咱们基本上可以这么看 一个A就是十分以内 两个A 二十分以内 三个A 那就是二十分以上 所以看题目 出租汽车 出租汽车企业和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 包括 优良是三A级 合格 二A级 基本合格 一个A 不合格 那就是B级 12题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考核周期内注册代岗时间少于六个月 少于六个月 咱们法律规定 其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最高就是两个A 那也就是11到19分之间 两个A 13题 考核周期内综合得分为多少的 它的信誉考核等级为B级 B级那就是零分 所以是A 零分 14题 A级 他问的A级得分是多少呢 是1到10分 15题 是两个A 两个A级 两个A那就是20以内 也就是11到19分 16题 三个A级 三个A级对应的是什么 就是20分级上 17 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实行基准分值是多少呢 基准分值是20分 另外加分分值是10分 也就是说最多 最多最多 他能到30分 18题 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加分累计 不得超过多少分 不能超过10分 19题 违反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指标的对出租汽车驾驶员一次扣分 扣多少呢 是1分 3分 5分 10分 和20分 1350 20 20题 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违法 组织或引发罢孕 围堵政府机关及管理机构等过激行为严重 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考核等级定为 咱们看既有违法又非常严重 这个是要0分的 21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在什么时间内持本人的同意资格证 证件到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签注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 这个咱们记住叫停满30分 这里是满 也就是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周期 借满后30是一个满 满30 22 22题 考点就是不参加考核直接给0分 什么情况呢 巡用出租汽车企业不参加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的 等级定为不合格 也就是B级0分 23 23考的是加分的情况 咱们的口诀叫一起抢险救灾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 有积极参加强险救灾义务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行为的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分值 是加1分 这个1 就是 加1分的1 强险救灾 加1分 第四考的是加3分的情况 口诀叫三斤茶 OK 先看 说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有协助查处违法行为的这个茶 词音茶 三斤茶 扣是加3分 25 口诀是三斤茶 斤是什么呢 对应十斤不昧 这个斤 加3分 26题 这是未在未放 不同意 不同意 也就是 1 扣1分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 不按乘客医院使用音响和控调等设备设施的 也就是不同意 扣1分 26题 这是什么 在运营过程中未按规定放置出租汽车服务监督卡 这就是未放 OK 未带未放 不同意 扣1分 28 这题的口诀是三脏四光 扣3分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驾驶 未按照规定安装设置 喷涂 张贴 出租汽车经营标志 标识 这什么标识标识呢 标识灯 写标识 价格标签和监督电话号码 这就是四个都没有 这是光的 四光 要扣3分 这是四光 三当是什么呢 咱们后面的题看三当是什么 29题 这题的口诀叫 约而不往 废票也 懒客绕墙不正常 扣你5分 别上火 有一点不好记 咱们可以这么记 就给人商量好了 一起去看电影 OK 票也买了 结果他没有来 这就比较废票 约而不往 废票 懒客绕墙 拦住你的客人绕着墙走 这个就有点不正常了 扣你5分 不要上火 这个好理解 OK 咱们看题目 出租汽车下驶员 在公式的营业战区 未按规定停放车辆 后车懒客的 要扣5分 这里就是属于懒客 绕墙的懒客 看到懒客俩字 那就是5分 30 叫约而不往 废票也得废 怎么个废呢 是不按寄生机架设备 显示金额收费的 这是要扣5分 31 这是 懒客绕墙 不正常的 不正常 什么不正常呢 是在寄生机架设备 带租标志灯 卫星定位设备 等车载设备 不能正常 也就是不正常 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继续运营的是要扣5分 不正常 32 这个就是扣你5分 别上火的火 火是什么 火就是消防器材 应对火的消防器材 这说的是 在运营过程中 VR规定随着携带 有效的消防器材 这是扣5分 扣你5分 别上火 33 OK 是懒客绕墙的绕 怎么个绕呢 那就是 未经乘客同意 故意绕到的扣5分 34 这里是懒客绕墙 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运营过程中 未经乘客同意 强行合成 OK 强行合成呢 我取了一个强制的强 就是懒客绕墙 这是要扣5分 35 是约而不枉 什么意思 就是接受约服务 而未前往载客的 这是要扣5分 36 这题的口诀叫 锯断术 石图商 口诀中呢 锯 什么锯呢 就是无正当理由 锯载 谐音 锯 这是扣10分 10分 这个10怎么计呢 锯断术 石图商 这个石头的10 对应10分的10 37 出租机车驾驶员 在运营过程中 无正当理由 擅自中断服务 这个对应的口诀 就是锯断术 石图商中的断 这是要扣10分 38题 口诀是锯断术中的术 什么术呢 出租机车驾驶员 在运营过程中 不积极配合处理乘客 投诉或者纠纷的 哎 这个素呢 有个类似的谐音 是数 投诉 投诉 可能 咱们南方的学员 这个不是太分啊 素和数 OK 就谐音是数 这种情况是扣10分 39 锯断术的 锯 锯什么呢 是无正当理由巨载的 这是要扣10分 也就是石图商 10分 次时 次时 是锯断术 石图商 什么个商呢 是 在出租机车经营活动中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致人受伤 且负同等或者主要责任的 这个商 这个商字 是要扣10分 41 出租机车驾驶员 有下类行为 什么行为呢 要扣10分 OK 就是锯断术 石图商 咱们看 锯就是巨载 无正当理由巨载 断 那就是营运途中 无正当理由 擅自中断服务 数 数 也就是对应数 投诉的数 不积极配合 处理乘客投诉 或者纠纷的 当然还有商 这里没有说 所以这是扣10分的 而D 说不按积压器 显示金额收费 这是属于扣多少分呢 这是属于扣5分的 42 这是锯断术 石图商中的图 图什么呢 是擅自图改 图改 伪造编造出租汽车 同样资格证件上的相关记录 这是扣10分图 13 这个口诀叫 王正法 加价20 出租汽车驾驶员 服务质量信誉 考核当次考核过程中 或者上一次考核等级 签出后 发现有弄虚做假 这个假呢 来一个谐音是加 这种情况是扣20分 咱们可以想象有一个人 他是干政法工作的 姓王 叫王正法 咱们管他叫王正法 你俩同时看用一样东西 结果他加价20 拿下了 王正法 加价20 44 是王正法中的法 这个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违反法律 法规 OK 后面 一堆 描述 这是扣20分的 王正法 加价20 45 出租汽车驾驶员 唯一拒绝接受依法 OK 这是又是一个王正法中的法 所以也要扣20分 46 是王正法中的证 这个证是什么呢 是出租汽车驾驶员 将出租汽车交给 无从业资格证件的人员驾驶 等等等等 这是要扣20分 这个证 咸音 政治的证 47 出租汽车驾驶员 出租或者转让出租汽车驾驶员 从业资格证件的 这个证 咸音证 叫王正法 加价20 这是扣20分 48 出租汽车驾驶员 未取的出租汽车 出租汽车营运证 的车辆 这个证 咸音证 王正法 加价20 所以扣20分 49 出租汽车驾驶员 出租或者转让出租汽车驾驶员 从业资格证的 这个证 咱们说 王正法 加价20 所以它是扣20分 50 违反法律法规 参与影响社会公共秩序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等停运事件的出租汽车驾驶员 服务 质量限于考核分值是扣20分 也就是王正法中的法 51 OK 这是寄一个数字 01518 也可以这么寄 0分 要我学18 0分 15 要我 18 学18 什么情况呢 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考核周期内综合得分 继续0分的应当接受不少于 18学识 18学识的培训 这个是要求在多长时间呢 在15日内 52 这是015 18 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考核周期内综合得分 继续0分的应当在继续0分之日起 多少时间 是15日内 也就是015 这18呢 是学识 18学识 53 出租汽车驾驶员一个考核周期届满 经签注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后 该考核周期内的 是扣分和加分 予以清除 54 视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在 什么上标注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 这是服务监督卡 55 什么情况啊 列为不良名单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一个考核周期内累计综合得分 有两次以上为0分的 这要列入不良名单 56 道路运输驾驶员层信考核档案 主要内容包括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同业资格类别 57 出租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的 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分值是扣20分 扣20分是什么情况呢 OK A 驾驶未取得出租汽车营运证的车辆 擅自从事出租车的经营活动的 这属于王正法中的正 B 私自改装调整计价器造成失准的 这个就是比较严重了 属于坑蒙拐骗了 是吧 计价器 本来是10块的 给分出20了 这就是比较严重 C 拒绝接受依法检查的 这是法 拒绝接受检查 这是依法检查 它成为了法 这两个字 还有D 在出租汽车经营活动中 发生交通事故 致人伤亡的 且负同盟以上 或者主要责任的 这是有亡人事故了 那这就也要扣20分 58题 咱们只要知道这句话 叫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这个题就比较好做了 叫出租汽车服务评价指标中 要求乘客满意率大于等于多少 大约等于80% 就是能让80%人满意 那就已经不错了 毕竟什么人都有 什么乘客都有 59 出租汽车服务评价指标中 要求乘客投诉处理率达到100% OK 这里是处理率达到100% 并不是说100%满意 毕竟是什么人都有 有的人投诉 压根就不合理 60 还是8成满意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评价指标中 要求第三方调查乘客满意率 应该是大于或者等于80% 8成满意 61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评价指标中要求做到乘客服务评价不满意率小于多少不满意率就是小于20咱们之前就说了八成人满意八成多的满意那当然不满意的就要小于等于20% 62还是那句话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出租汽车服务评价指标中要求驾驶员价和行为举止合格率达到多少达到 是95%以上 毕竟说乘客什么人都有 那驾驾驶员也是什么人都有 不可能说移荣啊行为举止都能百分之百合格这个不靠 就是95% 63 出租汽车这个平价指标中要求消防器材合格率达到多少 这个是要求百分之百的毕竟是个硬件呢 你把消防器材放上合格的灭火器就ok了 64出租汽车服务评价指标中要求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业拥有率 这个是要求百分之百的证业百分之百 65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啊这个指标中要求车辆相辅率 这个相辅率必须是要达到百分之百 就是你在线上提供服务的车辆和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车辆应该是百分之百 车是百分之百人也得是百分之百 66出租汽车服务评价指标中要求车辆服务标志设置合格率 这服务标志合格率那必须是百分之百 这是对人和车的要求 67要求驾驶员相辅率 也就是线上展示的提供服务的驾驶员应该和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驾驶员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要求百分之百 68指标中要求营运车辆保险购买合格率 这合格率必须是百分之百 要求车载卫星定位系统合格率达到多少 因为车载卫星定位系统可能是软硬结合的 可能软件会出问题 可能硬件会出问题 这个合格率 你要说配置百分之百配置 但是说系统合格 那就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 是95G以上 其实要求车容车帽合格率 这个车容车帽合格率是百分之九十五G以上 毕竟说天有阴雨雾霾 车有刮擦磕 不可能的说 每辆车都是完全崭新崭新 背着亮背着亮的 71 OK 这几个指标有点难记 咱们看 说指标中要求致人死亡 且负同等一项责任道路交通事故 每百万公里小于多少人次 咱们就记这个 亡是0.01 商是0.1 这里有亡 亡就是0.01 那事故呢是0.05 而交通违法是0.2 也就是交通违法算起来是最多的是0.2 72 这里说致人受伤 多少人次 伤 那就是0.1 73 道路交通事故 事故是0.05 74 违法行为 这个违法行为是多少呢 是0.2 75 在评价指标中 要求乘客有效投诉率小于百万分之 多少百万分之 20 其实咱们提库里有好多跟20有关的 比方说方向盘 你自由转动了 20度 你离合自由行程是多少呢 是20到30 76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中 与服务评价无关的原始记录有 无关的 无关的就是代谢运用失常 77 关于投诉的 投诉是在几日内 还是说多长时间内处理呢 说的是处理并不是处理完毕 是24小时处理 5日 完毕 78 接到乘客咨询投诉后 多长时间内处理完毕 这个处理完毕就是5日 79 出租汽车服务平价指标中要求达到百分之百的指标 包括 A 车容车帽 这是不可能 有的车可能会磕碰了 百分算达不到 B 消防器材合格率 这是属于硬件 质量服务标志设置合格率 这是百分之百 乘客投诉处理率 这也要求是百分之百 80 指标中要求达到百分之九十五G以上的 这是有A 车容车帽 B 驾驶员移动和行为举止 合格率 C 车载卫星定位系统合格率 这是百分之九十五G以上 而乘客的买益率呢 是大约等于百分之八十 81 要求达到百分之百的指标 是车辆的相扶率 驾驶员的相扶率 保险的购买合格率 这得是百分之百 那乘客买益率是大约等于百分之八十 82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中与服务评价有关的信息 与服务评价有关的信息 包括订单日日 网上交易日 行事轨迹日 和乘客的评价信息 83 网约车经营者接受服务评价 应该是应当公布服务监督电话 及其他的投诉方式 按规定设置服务监督与投诉处理机构 公布处理流程 至于说经营数据 那是跟服务评价没有关系了 84 对于哪方面的投诉 网约车经营者应当暂停该驾驶员提供服务 认真调查核实 都暂停服务了 这说明这问题就严重了 是什么呢 是骚扰吸毒和超诉 比较严重 85 驾驶员一个人过时 遇到乘客投诉后应当 这个 很显然 就是 怎么 态度好 怎么来吗 B 正式现实承认错误 C 认真做好善后 D 接受经营者的批评教育和处理 86 出租汽车经营者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措施 包括 有 A 按规定设置服务监督机构 B 公布服务的监督电话 至于说内部平优和爱心车队 这不是说接受社会监督 跟他没有关系 87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公布确定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继承机架方式 明确服务项目和质量承诺 建立服务评价体系和乘客投诉处理制度 如实采集与记录驾驶员服务信息 需要这些 在提供网约车服务时 提供驾驶员姓名照片手机号码和服务评价结果 以及车辆牌照等信息 88 行车途中 老年乘客因车速过快 对出租汽车驾驶员小王提出不满 小王应该如何处理呢 正确的只能是及时表达歉意